陈老 我还是希望你能留下 毕竟房地产这些行水太深了 你又没什么经验 只要啃下功夫 没什么学不会的 我走了 老婆 咋这事只剩你一个人了 凡事要多和郁芬商量 你为人记太重 让她帮你把把关 陈老 既然你已经决定走 我也就不劝你了 不管你是留也好 走也好 只要你自己心里好手 杨刚 杂志社现在正在困境 我一走等于拆你的台 我很抱歉 别说这种话 当初没有你 就没有这个杂志 如果是朋友 以后不要再去 我还是要去 谢谢大家 我找到了 你给我把关情 我一对 去哪里 有名家 我一会 就没想到 담 hare 我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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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一下才能适应 我们三个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 好不容易在一起做成了一件事 这才几天 这么快就散了 我心里难受 现在大家的心里都有伤口 得慢慢愈合 佳乐现在这个样子 恐怕是很难愈合 赵振廷去世的时候 我在香港谈一桩生意 没有赶回来参加他的葬礼 今天专门来评调 你竟然说得这么轻描淡写 他的病和晶标失败有很大关系 你竟然没有一点不安和内疚 如果我失败 我会死吗 如果我死了 赵振廷会感到不安吗 会内疚吗 赵振廷是被人算计的 这个世界上谁不在算计 如果一算计就死了 那也太夸张了吧 韩忠元 赵振廷现在尸骨为寒 你不怕遭报应 那张卡 才是害死赵振廷的真正兄弟 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呢 要遭到报应 也应该是你自己 对 我是该走报应 对 从五百万到数的那一刻 你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 你应该有更美好的生活 更高级的享受 不然要这笔钱干什么 赵家乐已经接受他父亲的股份了 他向你宣战了 你如果还沉迷在这种小资的情怀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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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等死吧 赵 赵总好 王秘书以后你叫我佳乐就行 上个星期的那个项目啊 我有几个想法 又写了一份方案 你抽个时间啊 给周总拿去看看 这个项目董事会已经取消了 取消了 那怎么没人跟我商量一下啊 周总说您刚来还不了解公司的情况 再说您现在具体负责什么 公司还没有最后定 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定呢 他们认为您现在应该 以熟悉公司的业务为主 至于参与决策恐怕太早 对不起 我只是向您转达周总的原话 周总还说 如果您不愿意用您父亲的办公室 可以再给您调 不用了 谢谢 你 你先忙去吧 合同没到期就想辞职 这个字我不能签 你别生气 小五 咱们杂志社现在是不太景气 不过总会有起色的 有没有起色大家心里都清楚 这一期比一期的差 根本就没有什么希望 你怎么就知道没希望了 我现在正准备改版呢 已经有详细的方案了 您别喊行吗 您要真觉得您自己有本事 那您自己干 也省得给我多发一份工资 多一份负担 行 让再差我也没少得一分钱 还说我不懂 太狂妄了 杨岗 你别生气了 像他这种不踏实的人 走了也好 咱们再招呗 你招谁呀 下个礼拜这期就该出了 两个板面空着 你怎么应 要不 咱们先从退的稿子里选几篇 把这期给对付过去 你说什么呢 用退稿 这么搞下去 杂事就彻底死了 一蕾 浩东 你怎么来了 路过这儿就进来看看 掩卡他们呢 开会去了 就你一个人啊 这么冷清 都提前溜了 这段时间杂志一直不好 赵总辞职后 小和也回学校了 上午小吴突然辞职 可把郭主编给气坏了 跟他大吵了一顿 弄得我们大家现在是心灰意冷 什么心思都没了 这怎么行 再这样下去 这杂志不完了吗 我也着急 可是没办法呀 真怀念当初 咱们拼命加班那会儿 短短三个月 居然从几千册的销量 一直冲到十五万册 简直就是个奇迹 我也特别怀念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大家奔着一个共同的目标 劲儿往一处使 再苦再累 大家心里都充满希望 那时我们都以为会越做越好 结果没想到一落千丈 真可惜 你最近怎么样 还好吗 还错了 麻麻糊糊吧 我觉得最近你状态特别不好 可不知道该怎么劝你 赵总很冲动 说了不少气话 你别往心里去 不是加热冲动 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 不管怎么样 在我心里 你不是一个坏人 至少我认为 你不是那种人 谢谢你 你又来点醋吗 又来点醋吗 不用了 谢谢 你何必呢 什么何必 咱们再怎么说也算是夫妻 你干吗事事都要说谢谢 对不起 你要是不习惯的话 以后我可以用点头或者摇头来代替 你用得着这么别扭吗 这些天我一直在努力地弥补 可你总是一副巨人千里之外的样子 说什么也不给我这机会 咱俩这样下去算怎么回事啊 你再怎么努力 时间也不可能回到过去 在该选择朋友的时候 你选择的是金钱 现在珈乐的父亲 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你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弥补 紫月 穿饭再说吧 我真不愿意看他俩脑成这样 每一句话 每个眼神都是硬的 冷的 连我在旁边看着都难受 紫月是真的伤心的 他一直以为浩东 是这个世界上最好 最值得托付的男人 后来他发现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他才特别难过 进来 一蕾 郭主编 我们约的作家 把稿子卖给别人了 这个栏目可能 要开天窗 他跟我们签了一年的合同啊 这才三个月 怎么说撤就撤了 对方杂志开价比咱们高一倍 马上打电话 告诉他 我们也找 对方出多少我们出多少 其实也不光是钱的问题 他嫌咱们杂志销量太少 发出的文章没有影响力 所以以后不想再合作了 我有个建议 不知道合不合适 什么建议 能不能让袁浩东回来 毕竟他干了那么久 有才能有经验 各种渠道也都熟悉 对 我只是个建议 我觉得只要他肯回来 说不定杂志很快就会有起色 你让我想想 还有 照着昊良迷 你属部К产anki 什么事 alte厦所 为你第1 你想谈一下 我要去 Inspi 你突然哪一样 我才知道 正因为浩东和珈乐 把以前所有的琐事都做了 我才能够那么轻松自在 可是现在浩东和珈乐 视同水火 万一因为这件事情 再有什么矛盾怎么办 你干嘛非要往坏处想 浩东这次回来 对他来讲也许是个转机 但是浩东现在这种状况 他未必能答应 追到会上珈乐闹成那样 他怎么回来 不管成不成 你先跟他说一声 这件事要想顺当 恐怕要先和珈乐同情 我不同意 郭阳岗你要是有点骨气 你就别去求他 我就不信这世界上 就是袁浩东一个人 不是我没骨气啊 现在杂志销量越来越差了 员工跳槽 客户流失 销量下降 我上个月是扣了人印刷厂的钱 才给大家发的工资 现在账户上不到五千块钱 马上就要过年了 你吃火你怎么办 我知道你恨浩东 我也恨他把大家的情意 搞得支离破碎 但是现在困难 摆在我的面前了 我必须想出办法 小龙 对不起 我现在顾不了你的心情 既然你已经准备了 我也不再劝你 但是你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袁浩东不是你想得那么简单 小心重蹈我的负责 小心重蹈我的负责 杨刚 你别说了 杂志社的事我很清楚 比我想象的还差 所以大家都希望你能回来 加勒现在走了 你不用担心有什么麻烦 我也很想回去 跟大家一起重新共识 毕竟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跟心血 可我现在定不下心了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想我今后该怎么办 我很彷徨 有种心里交瘁的感觉 杂志社有困难 我当然可以帮 找人写稿子都行 但回去就算了 我明白 那天追悼会上 大家都在 加了一点面子都没给你留 所以你心里有障碍 这段时间我很不自信 认为全世界的人都鄙视我 你不计较 我很感动 那你为什么不能说真话呢 你为什么不能把真相说出来呢 就几个字 那么难吗 都已经这样了 说还是不说 难道还有什么意义吗 连子昀都在远离我 我和子昀之间有一面墙 赵振廷去世之前 这墙上还有一扇窗户 但是现在 这扇窗户也被封得死死的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交流 她现在越来越神经质 多疑 子昀毕竟是你的妻子 她对你的要求 和我们对你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她对你现在已经有了一种 深深的抗拒 你越努力做什么 她就越粉弹 所以说 你还不如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做 就当没有她这个人一样 这还叫夫妻吗 这还叫佳勒 佳勒 你上班以后 精神一天比一天差 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 我连工作都没有哪儿来的压力 打上班第一天起 我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耗着 顶着一个办公室主任的空闲 连签字的权利都没有 你可以跟周总好好谈一次 我都跟她拍桌子了 没用 其实上班之前我有心理准备 但是没想到这么难 董事们看我年轻 都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现在出于被架空的状态 什么事都没法参与决策 毕竟你也刚去 别着急 慢慢来 我是卧心肠胆 什么苦都能吃 路还长着呢 我有的是时间 你别这么说话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 活在仇恨里呢 这件事情 已经把大家都折磨得筋疲力尽了 除了你 杨港哥 子云姐 都被卷了进来 大家的生活都变了 早就该变了 袁浩东骗了大家这么久 再不变 都要被他害死 真的 我自己キ karış 你还能够呐 是怕 不得了 她还是想了 那么捉じゃあ 爸爸 你要过去 你对 1969 我 runt しなじ 不管袁浩东做过什么 可子云姐还是你的朋友 但现在处境那么的不好 你关心她一下都不行吗 我真不明白迦勒的心 怎么会变得那么硬 简直像变了一个人 就好像 好像 我真不明白迦勒的心 怎么会变得那么硬 简直像变了一个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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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我这儿给你发短信呢 今天风大 路上冷吗 不冷 你 今天加班 没有 你最近好像回来的都挺晚 是 我现在终于理解了 那时候你为什么不喜欢回家 我和袁昊东之间 一定会让你回来 我们俩较劲 必然会伤害到你 这很不公平 你是无辜的 所以我心里 很过于不缺 过于不去的应该是我 昊东做错了事 他应该受罚 他会变成今天这样 我也有责任 也许是我做得不够好 不管怎么说 我们付出的都不如你 你失去了自己的负气 该会向你道歉 紫月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永远都是我最信任的人 咱们两个之间用不着这两个字 我相信这个世上所有的人都会变 包括我自己 但是你不会 谢谢你 珈乐 你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是在那儿 你也不愿意 我自己当心一事 我不是在那儿 你也会在那儿 你也会在那儿 或者哪天实在熬不下去了 我也不知道 你还爱个活动 对吗 虽然现在 我们已经到了五话可说的程度 我也曾经在心里问自己 我曾经在心里问自己 为什么两个人都到了这个份上 还是不愿意赶紧结束 为什么大家明明知道结果 可是谁也不愿意说出来 我也不知道浩东是怎么想的 但我的答案就是 我还是爱他 我也非常恨我自己 他做出了这么无耻的事 我为什么还是爱他 可是我没法说服自己放弃 听说你们的事之后 说实话 我是要劝你们分手 但是现在看来 是我错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错在哪儿 可是却要眼睁睁地看着鼻子往深渊里掉 这真是太难受了 这真是太难受了 还有您再等等行吗 我们这边去对支票去了 马上就能把款提出来 然后我就给你打过去 您放心吧肯定没问题 好吧好嘞 杨哥 这家公司给的是张空投支票 上面根本没有钱 怎么可能呢你去公司问了吗 去了人家根本不让借 打电话也没人接 做生意哪有这么不讲信用的 广告都登出去武器了 一分钱都没给 还给开创空投支票 这他们不欺负人吗 人家明摆着就是准备赖账了 他敢 杨哥 别说自己是财势社的 你吃过闭门羹 他们不会让你进去的 知道了 行啊 天上人街晚上我请客 下意思 晚点见啊 您是王总吗 您是 我是这个杂志社的主编 我姓郭就郭阳岗 杂志社 我们那产品在你们那儿做过广告 不是咋做完了吗 是做完了 可是没给钱 不会啊 咋着给集了 不是早给的 我们等了整整五个月 昨天才给的 而且是个空投支票 好上面一分钱都没有 那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这样 一会儿呢我还有点声 那个明天啊 我一定帮你问一下 不用问了 事情很清楚 您想赖账 我提醒你啊 说话客气点 这事呢你要好好说 咱们还可以商量 你要是故意找事啊 这钱你还真别想拿了 王总 说出心里话来了啊 就是找借口不给钱 我还跟您说了 这钱你必须给 你要不给我就不走了 怎么着 你还想威胁我呀 保安 我没想威胁你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你欠了我们五个月的广告费 还拿空投支票骗我们 你这属于恶意欺诈 你知不知道 王总 王总 把这风子给我弄出去 把这风子给我弄出去 我可不想威胁你的 你那边要不是 你那边要不顾和 你那边要不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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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就是 我呀 我好想要不出声 你那边要不出声 我还不出声 我已经不是出声 我可是我还不出声 我没出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吃你的吧 我自己做 你不愿意跟我说话 不愿意跟我睡在一个房间里 我都能认 咱俩现在的关系 我不敢要求什么 但吃个饭总可以吧 就算咱俩不认识 能不能像在饭馆里一样 你吃你的 我吃我的 这都不行吗 不认识的人的确可以 无忧无虑地坐在一起 但是咱们俩行吗 杨哥 你慢点啊 怎么了 没事吧 跟谁打架了 怎么回事啊 雨芬 有个广告客户欠了我们五个月的广告费 不但不给钱还动手打人 这人我认识吗 你不认识 是个皮货商 你走了以后我自己跑来的 本来说得挺好的 签约的时候就付定金 结果我们被人给耍了 欠你们多少钱啊 不是钱多钱少的事 我咽啥这口气 钱倒是不多 就六万块 你把它地址给我 我帮药去 你少管跟你没关系 咱们跟我没关系 你要非管不可 我立马从房子里搬出去 永远跟你不认识 杨刚 你跟浩东急什么呀 他也是好业 那人就是个无赖 你这种人对付不了 我怎么就对付不了 你们别看不起人 我知道 这么多年了 所有人都认为我笨 我灭 三个人当中我最没用 什么事都需要大家的帮助 但是袁武东我告诉你 要讲犯魂 我不输给任何人 我不是看不起你 他敢赖上 他肯定就是流氓 是啊 杨港 你从来没跟这种人 打过交道 会吃亏的 紫月 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 你们再说什么 就是对我的侮辱 我郭阳港轻易不发谎 我郭阳港轻易不发谎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错啊 颜刚 你这方法没用 只会被对方羞辱 我不怕被羞辱 只要能要来钱我什么都不在乎 别以为只有你属狼的 逼急了我一样咬人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这不是你原来的样子 我再像原来一样窝囊就被人捏死了 郝董 你要真想帮我 就帮我盯一下杂志 这期马上就要印了 缺几篇稿子帮我盯几天 那些稿子我看了一篇都不能用 我在网上找了两篇热门的帖子 把有意思的回复也摘了下来 就用这个吧 这个想法不错 我觉得你还是做主编最合适 当初要不是我那些想法 杂志也不至于出那么多事 我发现现在 你怎么总是在否定自己 是总结 这些年我前前后后干了不少事 原来觉得每一步都挺清晰的 其实现在看都挺糊涂的 你嗓子怎么哑了 感冒了 昨天着凉了 没事 你赶紧设计版面 我把这些稿子再修改一下 你现在这么跟着我累不累啊 你别以为这样我能给你钱啊 我真想看看你到底能坚持多久 坚持到你任务客人为止 行 你小子够执着了 那我这陪着你接着玩 我上个厕所你开呀 你他妈有病啊你 虽然说这是厕所 你嘴巴放干净点啊 怎么着 觉得特短期是不是 告诉你啊 你现在遇到的一切 当年我都遇到了 你现在使的招 哥们当年都使你了 你要不嫌臭不嫌恶劫 我就看 你这种人我第一次遇到 你这些下三滥的招会是第一次用的 我没不觉得臭 相反我看你我觉得特恶心 郭元长啊 我告诉你啊 公司外面你爱怎么跟我怎么跟我 一会儿回到公司啊 你他妈再跟我 我手下的把握可他妈不白仰的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你上你的呗 怎么着尿不出来了 憋尿的滋味不好受吧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给我钱 我天天跟着你上厕所 我憋死你 你就这么跟着我是吧 不怕进去之后出不来 你要不给钱我绝不放弃 除非你打死我 是 我知道我没你活的时间长 可是我这位子 把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您逼的 我是个文人 我不会打架 但是如果今天您要先动手了 我告诉你 不管你来多少人 我就抓住你一个人的 我抄起什么东西 我就往你身手砸 行 叫人去吧 你们要干嘛 你们要干嘛 干嘛你们 没想着长点气 快 行了 你给我听着啊 这次呢我对你送客去 如果还有下一次 你自己颠颠颠颠颠 你怎么咳得这么严重啊 吃过药了吗 吃过了 不管用 那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吧 小毛病 没事 我看你脸色特别不好 真病倒了 反而耽误杂志的出版 还是去看看吧 药我给你拿来的 要不要给你按人打个电话呀 不用 你病成这样 还是应该告诉他一声 一会儿自己打吧 你先回去吧 天晚了 自己多小心点 嗯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我给你买了碗粥 你病成这样 不吃东西可不行 谢谢啊 不知道郭主编 钱要得怎么样了 他都快一个星期没来上班了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 我心想要不要 你怎么回事 点 育门 就是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给付了 真的 他真给钱了 是的 我已经查过了 钱已经到账了 这王八蛋 终于良心发现了 好多 来 再喝一杯 这笔钱要得我真是大有感触 就这么点钱 缺了他杂志社就经营不下去了 原来我不当家 不知道经营的难处 现在哥们儿终于明白 你那伙儿为什么那么变态啊 杨刚 你用的这都是些什么词啊 你甭管什么词 反正是那意思 浩东 那个时候我和佳乐老跟你吵 你呢 什么都听不进去 有好几次 甚至跟我们俩翻脸大闹 我们都觉得你变了 可是你不变又能怎么样呢 那么多人伸手等着管你要钱 你真经营不好 你拿什么给他们 大家喝西北风去 所以说在钱的面前 任何的友谊交情都没有用 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生活中 总是有一些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可是发工资的时候 大家要的不是友情 是钱 现实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残酷 你不狠 有可能他就踩死你